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审核设定 首先选择一个文件夹 点选编辑此文件夹 点选文件审核设定页签 文件在新增修改删除调阅时 可分别进行审核设定 审核设定资源单人及多关审核模式 单人审核 无论审核者有多少位 只要有其中一位审核通过 文件就算通过生效 多关审核 审核者会按照顺序进行传签 需待所有审核者接同意过后 文件才可进入下一关或是生效 在多关审核时 可设定不同关卡 多关审核流程不限关卡数 可弹性设定各关审核人员 设定完需点选存档 审核设定才会生效 如果审核条件是在新增文件时需审核 则会在新增文件后 文件就会进入审核流程 审核者可于系统的个人专区 我审审的文件 检视文件的审核进度 审核者可于系统的 最近页签或个人专区 等我审的文件 审核文件 审核者也会收到信件通知 接下来请看实际示范 首先点选一个文件夹 点选编辑此文件夹 点选文件审核设定 点选加入 搜寻使用者 可以透过名称、角色或组织 选择成员按确定 这次示范的是文件在新增时 会需要单人审核 只要一人审核通过即可完成 设定完记得按存档 即可完成文件审核设定 如要设定其他的关卡或是其他审核方式 可透过下拉式的选单选择 或者是点加号展开设定 以上是文件审核的设定操作 文件审核设定 文件审核设程 文件审核设定